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随着美联储降息 那隔夜美股集体收跌 亚洲多个股市却上扬 包括马股 毕市时富士综合指数 报1665.565点 那涨了5.06点 令吉对美元的汇率 也走强至4.2279 这是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的 第一次降息 那坚持了四年多的高利率 终于降息了 死扛硬扛 美国终于扛不住长期的高利率了吗 MRR咨询顾问公司管理伙伴黄国华 在受访时指出 美联储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那美债是屡创新高 7月底更是突破了35兆大关 这相当于每一个美国人 负债10万美元 单单给利息 他们就给超过1兆美元 这让美国上下面临着 巨大的债务压力 要阻止美债继续狂飙 就必须要进行降息 别无选择 有分析则指出 美联储没有实施25个基点的降息 而是降息50个基点 表明它对通胀下行趋势的信心 但已凸显了它对就业市场疲软的担忧 美联储这次大幅降息 能不能够稳住正在放缓的就业市场 化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风险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几位接受八点资料报访问的财经评论员都认为 美联储降息对于大马 还有其他新系市场来说是好消息 因为从金融方面来讲 之前因为美国利率高而流入当地的资金 会因为担忧美联储会持续降息 美元一直下滑 而开始撤出美国 转向其他前景受看好的市场 厦门大学大马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李荣昌指出 美国降息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资金开始流入我国的股汇市场 令吉节节攀升 而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也指出 在美国升息的时候 大量资金像黑洞一样被吸了过去 而现在降息的时候 美国就要面对资金流出的后果了 至于这些流出美国的资金 就会开始选择进入一些比较好的经济体 比如马来西亚 而这些资金就会流入像马来西亚 西亚东南亚 新型经济体等等的交好的经济 然后这个就会造成其他经济体的上升 所以它是会带动整个世界的经济成长力的 这个对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金是好事来的 就是我们是希望看到的 而不是只看到美国一国强而其他国弱 这个就对整个世界经济成长是不利的 钟志强指出 美联储的降息标志着美元正式进入下行通道 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将因此受到提振 李荣昌指出 这是美国自2020年4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而这次降息主打的是要减缓高利率 对他们经济的影响 希望可以让美国经济软着陆 不过对于美国在这个时候选择降息 MRR咨询顾问公司管理伙伴黄国华却指出 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已经呈现下滑趋势 而且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就连续11次加息 过去一年间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维持在5.25%至5.5%之间 已经是23年来最高水平 这让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5兆美元 单单支付利息就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 你想算美国的那个债券是整个是35兆美元 你不用想收35兆美元 你用30兆美元来算 因为前阵子的时候 TREASURY BORNU大概是4% 你用4%乘以30兆美元 就是说一年还要给的利息 如果是长期债券跟短期债券都是在4% 4%乘以30兆美元 就算他单单给利息就要给1.2兆美元了 他1.2兆美元比起他的那个Defense Budget 所以他的确是要把那个BORNU弄底 把利息降低 如果没有的话他都要给利息 因为他的确是债券太高了 整35兆美元现在 所以他要给的利息是给美国了 而钟志强认为 之前美国一直面对两难的局面 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升息 来抑制他的通货膨胀率的问题 但同时也要鼓励国内的一些投资 但是当美国利息过高的时候 就推动不了国内投资 国内生产 因此现在降息 或许是美国拖的没有办法了 而必须做出的决定